世界上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失踪了 留下了一串谜团 交给他的读者去破解 而且这些谜团至今也没有解开 这段话不是某个推理小说的开头 这是一件真人真事 发生在1926年的12月3号 这个事件的主角叫做阿加沙克里斯蒂 喜欢推理小说的人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 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和尚的惨案 无人生还正是他的作品 他的书卖出了20亿本 这个销售量 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集 还有一本圣经 1926年 他的作品《罗杰一案》出版了 当时却饱受争议 读者纷纷的发来质疑 甚至写信嘲讽 出版商也出面刁难 而对于阿加沙而言 这段时间注定是艰苦的 因为他的母亲在年初的时候刚离世 重重压力之下 阿加沙克里斯蒂失踪了 朋友 我再次重申 这不是故事 这是真事 两天之后 他的轿车大衣包 在一个水塘边被发现了 这个叫做寂静池的水塘 曾经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在内部作品里面 有个人掉进这个池塘淹死了 警方抽干了水塘 但是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于是各种说法甚嚣沉上 有人说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人说他被人杀害了 更有人说 这个世界知名的推理作家 用自己的方式 给世界留下了一个 终将无法破解的谜题 英国的每日邮报为首的各大报纸头条 都是这个传奇作家失踪的消息 甚至这件事传到了大洋彼岸 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偷版 很快就有人怀疑上了阿加沙的丈夫 阿奇伯尔德 但是她的丈夫马上亮出了身份 她失踪那天 我正在我的情妇尼尔小姐的温柔箱里 无法自拔呢 11天之后 阿加沙被人发现了 她用丈夫那个情妇尼尔小姐的名字 入住了一家水疗酒店 甚至为自己乔装打扮 以尼尔小姐的名义 在泰晤士报发了一则信息 尼尔夫人已经到达了南非 当人们找到阿加沙的时候 她对这一切闭口不谈 她的说法是 她陷入了一种忧郁的情绪中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她什么都不记得 然而警方和她的丈夫阿奇 却记得刚找到她时的那个画面 阿加沙非常淡定 指着丈夫对旁边的宾客说道 看 有意思 我的兄弟来了 多年过去了 关于那11天发生的事情 阿加沙依旧闭口不谈 直到她1976年去世 这成为了发生在这位 推理小说家身上的最大的悬案 她是否有什么隐瞒 她的目的是什么 她的计划是不是还没有完成 这一切不得而知 但她听上去 比消失的爱人还精彩 作为一个推理小说的爱好者 一直以来 我都为这个事件着迷 提供一个讯息 最近一部叫做阿加沙的作品上演了 是部音乐剧 中韩团队联合打造的 这部剧正是以这个背景为创作蓝本的 剧本大胆地猜测了 阿加沙消失的11天里发生了什么 并且加入了一些虚构的情节 把当时事件中的真实人物 和虚构的人物融合在一起 致敬了这位推理大神 塑造了一个温柔坚强的 充满智慧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部音乐剧 她的音乐风格多变 音乐色彩强烈 编曲和重唱也是一大亮点 戏剧节奏非常的紧凑 主演包括朱福 郑云龙 朱子荣等等一众实力演员 当然这一切的背后 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 那个世界推理迷心中的传奇女性 那个到现在都没有被解开的 离奇事件 是这部剧的一个重量级元素 阿加沙当年失踪前出版的那本 备受争议的书 罗杰一案 多年后被奉为神作 被认定是奠定了阿加沙 在侦探文学领域 不可撼动地位的作品 而当年 那些因为这部作品 写信刁难阿加沙的人 用具现在流行的说法 叫做书信喷子 目前这部音乐剧阿加沙 正在上海演出 在上海的小伙伴 可以购票去感受一下 这位传奇女性的魅力